澳洲一名29岁的男子昨天到珀斯南部海岸冲浪时 遭鲨鱼攻击 男子的大腿靠近膝盖的部分全被鲨鱼咬掉 几乎痛失一整条腿 目击者指出男子遭鲨鱼攻击后陷入昏迷 随后紧急送院动手术 目前男子的情况不太乐观 依旧危急 澳洲渔乐厅人员尽早在海滩上涉网 并成功捕获一只三米长的大白鲨 曼杜拉市长已经下令关闭有关海滩